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 衣冠服饰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不同时代的服装,除了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之外, 还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和风俗变迁。 中国的衣冠制度开始于公元前1046年, 上至君主、下至庶民都有相应的服饰规定。 公元前770年,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 由此,中国的服饰进入了一个多元化发展时期。 由于纺织品的衣服实性, 在目前的考古发现中, 公元前7世纪春秋时代的服装 是保存比较完整的中国古代早期服装。 中国古代强调男女有别的传统礼教思想, 也渗透到人们的服装观念之中。 这种上下连体的服装样式称作身衣。 身衣的尺寸要求,短不能露肤,长不能脱地。 身衣用柔软的丝绸制成, 以挺阔的紧缎圆边, 外形华美,持久耐穿, 是当时最盛行的服装。 以后,右眼变成中国传统服装中的主要形式, 长袍衣衫。 尖拉,尖拉。 尖拉 negatively 尖拉,尖拉! 尖拉,尖拉! 公元前221年 秦王嬴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封建王朝 秦王朝 秦朝统一了国家的各种制度 其中包括了人们穿着衣冠服饰的等级制度 秦朝的男子按照当时的国家法规 平时更做战时打仗 所以秦朝的平民服装 以武士军人的装束为特色 1974年 陶古学者在秦始皇陵墓周围 发现了地下的威武军阵 秦朝的兵马俑 在这里 人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 秦朝将士的服装铠甲 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帝王 服装上日月星辰凤舞龙飞的图案 显示出皇权的至高无上 中国的皇帝史称天子 意思是上天之子 天子的礼貌前缘后方 象征中国古人认为的天缘地方 秦朝军人的服装铠甲 又分成了不同等级 高级将领 穿着双层长衫和长裤 头上戴的是深紫色的帽子 帽带在河下要搭上八字节 下级的士兵只穿长衫和短裤 他们组成了骁勇善战的强大军团 公元前207年 汉朝建立 这是一个中华民族开疆拓土的时代 服饰文化随着国力的强盛而逐渐丰富 质朴生动的汉朝服饰伴随着日益发达的 丝绸纺织叶 通过丝绸之路走向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性身材的阿娜 女性身材的阿娜 本期的一天 建计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十八年 中华民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合唱 中国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汉朝服饰 文样多变 以云气 动物 山岳等为表现主题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汉朝随着丝绸液的进一步发展 服装的材料也更加精致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元618年 唐朝建立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唐朝疆域辽阔 物质丰富 与外界交流频繁 国力的强盛和社会的开放 使他的服饰文化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 唐朝妇女不必恪守传统规范 可以穿坦胸漏臂的宽领服 这是前朝未曾有过的创新之举 在李志森严的中国古代社会是空前绝后的 富丽堂皇的大秀山就是盛唐时代最为流行的一种宫廷女装 大秀山的衣袖宽1.3米 用轻薄透明的沙料制成 上面还有精美的图案 充分展露出女性的魅力和开放的时代风沙 唐朝崇尚丰满浓艳之美 唐女为了强调显示腰身的丰满 将长裙直竖到胸部 把裙子做成6幅8幅12幅甚至更多 中文字幕提供 黄色是近似太阳的颜色 而太阳是帝皇位尊的象征 所以唐朝规定这黄色为皇帝服装专用的颜色 这个规定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的清朝末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着浓厚的复古味道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裙的纹饰工艺复杂 有彩绘的 有刺绣的 也有香坠珍珠的 其中有一种用玉金香根染成的黄裙最为高贵 而十六色的裙子最艳丽 随着社会手工业的发展 支锦艺术进入了全盛时期 宋朝服装图案丰富 花 鸟 鱼 宠物 应有尽有 面料工艺更加精细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元1271年 元朝建立了以蒙古族为主的政权 他们的服饰与汉族传统服饰有着显著的区别 带有鲜明的本民族特征 元朝蒙古族贵族女子 实行戴一种很有特色的古古观 这种帽子是用画树皮或竹子等材料做骨架 高约70至100厘米 与古古观相配的是蒙古族长袍 贵族妇女的蒙古族袍子宽松肥大 衣裳脱地 色彩鲜艳 秀身很大 但秀口收窄 这种宽袍一般用织筋紧 丝绒或毛织品制成 蒙古族长袍与通常牧马民族常穿的 紧身窄衣的风格不同 体现了汉族文化对蒙古族服饰的影响 公元1368年 明王朝建立 明朝废纸了元朝的服制 根据汉族传统习俗规定了一系列当朝服饰的新制度 由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江南丧残生产和丝绸织绣技艺的空前提高 明朝女子的衣裙在中国历代服饰中 样式最丰富 制作最精致 色彩搭配也最和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了请你的访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动 应该是否正在转发的 这种衣装和丝络웅 即将为 郁兰 逆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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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